就好禮喔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我今天的主角黃文榮師兄 雖然有一個很好的頭腦 每個月的收入也很穩定 但是過去都是為了政治的歡樂 甚至經常對他的無情發脾氣 讓家人的關係變得很緊張 到底是什麼事情 讓孫兄的人生過得這麼不開心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看 今天告訴我 但是那個 中人的人 那個消毒免我也有那個 好感恩啊 好謝謝拜拜 因為我們有一個人藝會的護士 明天要幫我們去幫那個 那個骨肩配對道的人 幫我們去抽選 現在再聯絡他 因為他也在我們這裡面上班 骨肩配對道 現在我們要是 那個再做第二次的 這比較精密的配對 配對道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才會去健檢 健檢如果真的也沒問題的話 還會再帶去花蓮 再去做那個骨髓移植的經測 這邊啊 高壓速解放 我們現在檢修 現在檢修完成 要準備恢復了 就是禁止操作卡 就是在檢修的時候 不能再有其他人進去跟他動 因為這 再動的話 會危害到工作人員的安全 這邊 這邊就是這裡面 GT的現場的控制室 就是氣溫輪機的那個 現場控制室 氣溫輪機 就是我們 天然氣來嘛 經過燃燒以後 產生那個 動能以後 動能去帶動那個 氣溫輪機 氣溫輪機會帶動發電機 就這樣子 產生電 這邊很多裡面的電腦的設備 儀器的設備 都在這邊 我們也檢查都要這樣 對… 檢查檢查 像這邊的冷氣很強 就是 最主要是要 這些是要 給這些機器吹的 不是給人吹的 因為他們都有 工作溫度都很高 所以要保保 保持在一定的 控制的溫度裡面 肯定比驚 就考慮台灣電力公司的溫農師兄 現在 不但是台電信達火力發電廠裡面 租建的技術館 也是我們租坐 高雄工廁區的股捐幹事 雖然溫農師兄看起來 思聞夠美貌 不過 現在的人都知道 其實自小的時候 他就是人家說的 很佩戀的孩子 我不曉得 我從小就不喜歡被管 去到學校我也覺得說 好像大家… 就是不自由 所以那時候也是覺得 常常討學也沒人管 家裡也沒人管 學校老師也覺得說 你不喜歡讀事我也算了 從國小就是一直掏血 國中到高中都是在掏血 現在讀到高中的時候 會去看古小小說 那種看到以前的 古小小說裡面的那些有沒有 大俠啊 英雄人物啊 這樣行走江湖啊 這樣自由日照 我想跟我的個性也蠻像的 那時候也非常像我那種生活 沒有人管我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那最最好 那是我最自由 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因為以前不約束 所以我照了很多夜 那時候怎麼講 我沒有想過 會成為慈濟人 我們一般都煮三菜一湯 那如果師兄不在的話 我們就吃小孩子喜歡吃的 像就是小孩子他們都喜歡吃鍋燒麵 那師兄他不喜歡吃鍋燒麵 所以師兄如果上晚班的時候 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鍋燒麵好吃 他對吃比較講究 我們比較不會那麼講究 他對味 就是對味覺方面 他吃他就是色香味 都要聚全這樣子 我們就沒有那麼講究 像如果說不夠鹹不夠辣 會是可以補救 我們可以再加 如果是香味沒有出來 大概就比較難補救 他就有時候會 譬如說他如果有受心情不好 還是其他事情影響的話 他就有時候就會 他會牽怒 講那個一點 就是他有時候也是會牽怒 就是就不要吃了這樣子 他就裡面 他就吃其他的啊 吃零食那些啊 對壓力很大真的是 可是每次要煮飯的時候 就不曉得說 煮出來了 是不是他要的那個口味 要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味道差啊 就是之前還沒結婚的時候 都是媽媽在煮比較多啦 所以是跟他的口味就比較 比較不合啦 從那裡剛出社會的那幾年 也利用休息的時候 去減少開車到年 念存師姐就是來找他開車的客信 後來兩個人好想意外 九十年吃結婚 現在有兩個孩子 叔叔說結婚之前 大家都是用最好的那邊 來對台對方 一直結婚之後 真正的故事 就漸漸表現出來 他也很就是 個性很紫啦 什麼是黑白就是很清楚 沒有灰色地帶 是就不是不是就不是 他就是比較仔細 他就是比較仔細 那些妹妹都很愛 就是都要頂得到 他當然他對外人是不會 可是對家裡人 他就是要求說 他自己可以做好 那我們應該也可以做好 可是有的 有的事情 我們就是做不到他 他要的標準 他就有時候會 就是會很生氣 有時候會動手 喔 這個 自己脾氣不好啦 還有生活的壓力 還有生活的壓力 小孩子的 都不如我們的運行嘛 他就是 就這樣子犯了不該犯的錯 那時候有網股票嘛 網股票看了就是 只是跟得上心情就跟得上 只是下 他心情也就不好 那就變成心情就會不穩定 會有 常常回來就是 回家就是看他臭著臉啊 他有時候就會 動手 他動手 有時候我動手 我就是 我就是忍下來啊 不然你跟他 你就知道他是這樣子 你跟他吵 其實也沒有用 你跟他爭 他就反而更生氣而已啊 那其實像小孩子 如果做錯事 他是會連做處罰 就是 比如說兩個孩子 其中一個做錯 那就連我一起處罰 一起罵 小孩子是會打 也是會打 那之前也是 像他在打孩子 我就 如果我去跟他講 他會打我 然後小孩子會被打得更厲害 文龍師兄很早就接受到佛法 佛法的概率 真重是第一次的規矩 另外一方面 婚姻是一世人的手法 如果是這樣 孫兄從小的就沒人管 為什麼他會接受佛法的概率 跟走到婚姻的世界 讓人更想不到 不但婚姻把孫兄都賣掉 連概率也沒辦法改變 孫兄熟悉 我跟我自己 交往九年九個月才結婚的 交往一段時間以後 我就曾經有帶過去 見過我的父母親 我父母親那時候 她不是 她沒想說還年輕 也是說比較沒有那麼 怎麼講 當面拒絕就對了 還年輕你應該可以交往看看 人家一個女孩子的青春 她跟你耗了九年多 你不舉她 至少我還相信英國 我現在不舉她 下輩子 這個要怎麼還 欣賞來一點 這個講到這個 我要懺悔 被我打了那麼多次還沒跑 我就覺得說這個 還能容忍我的臭脾氣的 大概應該是 沒幾個了 就這樣子 就是 欣賞她的包容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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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給她 我放 tier 欣賞 她給她 我說現在三更半夜十二點多 你要叫我去哪裡 他就說不管你 然後我又怕他不曉得 會不會對這兩個孩子怎麼樣 那因為我們家裡都會有 像廁所或是房間 都會有放木炭 就是要除濕 那我就看他情況就很不對 他就不講話 然後就去整理木炭 因為那時候常常有燒炭出事的新聞 那我想說 他是不是有什麼不好的念頭 然後我就車子開著 我就去報警 那個警察跟我一起回家 那回來的時候我開門 那進來我就真的是傻眼 因為進來的時候師兄 他是坐在這邊 自己在那邊送金 其實他有過幾次他都把離婚協助 他自己都簽名簽好 他說 你要什麼就是你自己簽 只要我做得到的通通給你 然後就是逼我簽字就對了 那因為小孩已經有兩個小孩子了 那如果說真的像他這樣子 如果說沒有孩子的話 我可能會簽 可是我考慮到小孩子就是 我對那兩個孩子 真的也是難怪救了 就是自己做母親的 我也跟他們道歉的時候 不好意思 媽媽 這是 我是沒有去跟你們講 就是 我去 我去跟你們講 爸爸會跟你們說 很痛 所以媽媽 我就走在旁邊哭了 就是 這裡還可以扔一下 來 這裡多好來 這裡多好來 這個開牙 沒等到牙牙 可以嗎? 我夾百包嗎? 我夾百包 這兩包沒問題 這兩包沒問題 你要放這裡嗎? 兩包而已嗎? 再來 再來 再來,放起來 這裡 十年修的同傳度 百年修的共振麵 對面純師傑來說 面對孫子的壞性地 他好像可以不斷在吞亂 後來,文龍師兄受到董事的介紹 開始教育活發 每天黏金 也很久走到島上 不過 黏金並沒有改變他的壞性地 每天有一天 發生一天 改變孫子一生的事情 我父親喔 其實我父親怎麼接生慈濟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到最後怎麼講 他去參加慈程培訓的時候 才知道說他已經要準備 成為一個慈濟人 就這樣子 父親就是 因為他在台中 我在南部 媽媽晚上六七點打電話來 就說爸爸到現在還沒回來 都聯絡不到他的人就對了 好像不太尋常就對了 到最後 接到媽媽的電話說 人在醫院層面層面 層面要趕快趕回去 趕回去以後 沒多久 救護車就爸爸 滿慘的啦 所以我非常奇怪 一個人他都已經想要 好好休息的時候 為什麼都已經要收證了 三天撐不過去 最後就覺得 歷業力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一直尋求這個答案 包括啊 我帶我父親去台中會守 那時候要收證的時候 從師父手中接過 爸爸的持誠證的時候 真的很想去問師父 可是因為那個 那個受證那個意思 是一個一個一個在進行中 我想說 算了啦 不要去唐突了 師父了 好 文龍師兄不對上人家 聽到他要愛的答案 但是這件事 他一直放在心肝裡 當他看到 帶到已經 嚇到主席的太太 他一個專念想到 對齁 既然要找答案 為什麼不可以自己 進來主席 找找看 所以 在三年前 順便正是走在主席 開始參加主席人的祝福 最早先的時候 我爸爸 他在參加主席的時候 也是從環保路 他說我們 想說 跟隨我爸爸的腳步 其實 我也是想說 趁現在年輕的時候 能做的時候盡量做 他體力上 如果還能複合的話 我就盡量來付出 就像我講的 人生無常 尤其是我父親給我的視線 我感覺到很震撼 真的怎麼白天 好好一個人出去 晚上回來 就用台子 什麼話都沒有交代 我都還不能接受 父親剛過世的時候 不曉得 都不能接受說 他已經不在的是死了 到底死了 往哪裡去了 也不曉得 人家會慢慢慢慢去 去思考一些問題 我們來這輩子 來這個世界上 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嗎 一剩一剩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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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剩一剩 我們來剩一剩 要剩一剩一剩 再剩一剩一剩 也剩一剩一剩 分農師兄 文蒙師兄 走進去坐座 不但做環保 還承擔古君幹事的功靈 當時也有得到 他要改變自己 當心去愛生活比喻每一個人 包括太太和小孩 就像以前 都是萬壇太太出飯吃 現在如果有用 他就親手煮給大家吃 有這樣的改變 都是因為有法的概率 因為以前不約束 所以我造了很多月 以前的脾氣很不好 我造了很多月 但是經過很多的衝撞 很多的不如意 很多的無奈之後 那時候就產生了覺醒 所以這個包括佛教的戒律 戒律 如果一個休閒研討人對他講戒律 戒律不是什麼 可是對我們一些以前生活習慣 或者各方面的習氣 都是不良的人 我覺得那就是讓自己慢慢慢慢去轉變 戒律是防非止惡 進入此季度之後 他跟我們生氣咆哮之後 後來他自己能靜下來 過有一次就是 就是他第一次會跟我懺悔我 我其實不會嚇一跳 他做早課大概都五點半 五點半做完 大概都到六點嘛 六點到剛好我下來 他就跟我和時 跟我敬禮 這樣跟我說對不起 就是說 昨天晚上他的行為 他的語氣 就是比較不好 他就跟我對不起 那當下我真的也是 剛開始我真的也是嚇一跳 那我就覺得說 怎麼可以轉變這麼大 因為他就是比較以自我為主 他的答案就是 依他的觀念去做標準答案 就對了 然後其實那天 他跟我和時頂禮之後 我剛開始是嚇一跳之後 我給他一個擁抱 我就說 其實我也有錯啦 那當然就是希望說 我們彼此都可以更好這樣子 就像你們有看到那隻 那個嘛 吊平安吊飾那個嘛 以前在打小孩子的那些 主板就對了 吊著的時候比較能悦恕自己 不要那麼衝動 現在現在慢慢 我都開始用講 用講 用講的 就像師父講的一樣 還要多鼓勵啊 要相信自己的小孩子啊 還要多鼓勵啊 要相信自己的小孩子啊 進來主座之後喔 書家不但改條派避去 跟母親的活動 也越來越好 他說 現在的趕緊做 在這裡就大家的腳步 做師父的好地主喔 草根菩提 很感恩大家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見 現在從哪裡中 你曉得嗎 真的啊 不曉得喔 那我現在跟你講一下 以前喔 我們都是抽這個 現在有兩個位置嘛 以前都是我們抽長谷 現在百分之九十五的 因為長谷現在做這個喔 也需要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是有一定的風血存在 所以現在一般都是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要抽冰血 抽冰血就像 我們在抽那個 捐血的時候 在抽那個血小板 嗯 這樣從這邊一個靜脈嘛 邊靜 邊出嘛 這個就 你要在做精證的時候 還可以不用全身麻醉 而且都還可以 這些動作我們都還能做就對了 謝謝